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你为什么约我来这儿 你看 这里是天斗 这儿是七宝琉璃宗 我才发现 陡落大陆其实很大 听说这里的环境非常残酷 能够巨大程度 锻炼人的意志和体魄 我知道 极北之地 蓉蓉 如果我能够经受住这里的考验 我就一定能保护你了 你约我来是想跟我上地理课吗 我不想听 你最爱吃的那家鲜花饼铺 出一刻事物都不开门 回头 可别跑空了 你记得就好了 我们花见花开的蓉蓉大小姐 一定要天天开心 不喜欢的事情就不要去做 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了委屈 要跟随自己心里的声音走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可是蓉蓉 有件事 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要离开七宝流离宗 不 我不同意 你不要多想 很多现在看起来很麻烦的事情 都不重要 再多的困难 我们都可以一起克服 你不是说过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吗 为什么 蓉蓉 我必须要 成为能够和战魂师抗衡的强者 这样我才能保护好你 所以我必须暂时离开七宝流离宗 去外面的世界闯荡 修炼 可你已经是辅助系魂师当中绝对的天才 你不需要为了我做改变 我没有要改变 我有我的追求 我必须正视自己 直面危险和自身的不足 只有真正变强 逆天改命 我才能勇敢地站到你身边 追求 没错 王城救我们那时是个局 但对我也是个提醒 小三和代老大他们都不能安于现状 我 更加不能 看来 你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想得脑人都疼了 你每天都在想办法怎样哄我开心 哪儿来的时间想这些啊 想到怎样才能让你真正的开心 永远没有后顾之忧的开心 就会想到这些了 可这极北苦寒之地十分的危险 你要怎样跟我保证你的安全 我们史莱克奇怪的修炼 什么时候被困难打败过 从前我一直没有放弃 今后更加不会 只是 从前遇到尖险 你都在 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我们一起去经历考验 蓉蓉 你还有你的使命 你放心 等我完成我的目标 我会第一时间回来找你 看样子 你是已经下定好决心了 我是不会阻拦你的 你把这个带着 就让他替我陪着你 保护你 行辟化妆女 对你更重要 你到底听不听我话 好 那你也要保重自己 等我回来 你一定要安安全全地回来 否则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 好 我 难不难 未完的篇章 要离尽 风云心里 才继续 因你 决定秘笛 山海万里 一旬下归期 再无拘 这都穿心意 因为你 我笃定了那只雨 我愿意 我愿意 这是 小傲的 是的 他留下了内院弟子的衣服 还有宗门配置的暗器 也好 他说他要去历练自己 提升自己的魂迹 容若 肯定很伤心 这个小子肯定会再回来的 到时候 我再亲自交给他 要 就是 iron 亨 亥 亨 亨 亨 等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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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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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五二八号取得第九十九场胜利 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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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队长大都会来 难道他认出我了 伤害累累 已能占了宿命的轮回 万万是你 无法将我阻挡 熹克 你很少观战的 恭喜你和地狱使者一样 排进幽冥之都城里以来的前十米 距离挑战地狱路只一步之遥了 九十九场了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和他对战过 地狱使者 车链场的规矩是 胜场在五十场以上的人 不会被安排对决 显然你们是根本没机会遇上的 不对吧 那五十场以下的时候 不也没有安排过吗 就当是你们运气好吧 否则你们若是遇上的 哪个死了都麻烦 你懂的 看来在你任务问不出答案 看破不说破 这是今天第二次九十九场联赏 为他们换户吧 好 好 第一次九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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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些混书不对劲这样下去大家都得死 这样 这我去发现好救救病 是 敢偷老娘的东西信不信我把你剁了 住手 我的事你也敢 修 修罗王 别 别 别 你也杀我 这孩子是你的了 你别害怕 小哥 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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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吗 住手 我没听错吧 幽冥之渡的修罗王 可不能有慈悲心 他也是个孩子 这里可是幽冥之渡 只有敌人 没有孩子 要怪 就怪他 生错了地方 生在这里不知他的错 是幽冥之渡倒行逆施 剥夺了他的选择 难道你在这里这么久了还没习惯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弱者 根本就不配活着 不 强者有强者的活法 弱者有弱者的生存之道 一个成长的世界 弱者也有好够生存的权利 只不过大家选择的路不逃 有朝一日 我会给这里的孩子 换一片天地 我会给你 面下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狐烈娜 很好 以后 你就跟着我吧 弱者 不配活着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记住了吗 弱者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记住了吗 弱者 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记住了吗 我 我 亲眼一点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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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д 不是每个孩子都这么幸运 有一个人让他有选择的机会 不好了 不好了 他怎么了 我去周边查看 发现他为了保护核心区 带着族人释放大量的迷雾和毒素 但是被五魂殿的人给发现了 五魂殿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他要扛不住了 我现在就给他疗伤 你别急 二明 你吓到他了 我来吧 不 他害怕你们 我来 不行 你马上要进行回缓转换 给他治疗需要大量的魂力 造成内窥 你会有危险 救命要紧 他为了我不牺牲命 我一定要救过他 我进行回案 靠海あの日快乐 就救命要紧 Н 鬼 五魂殿的人 对库尔鬼湖这一次的杀戮 让河心区很多沉睡很久的魂兽 都苏醒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是在担心寿巢 嗯 五魂殿虽然多幸不易 但寿巢的发生 对所有人都有影响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我虽然没有避免灾难的能力 我还是要赶快转换魂魂 赶快离开这里才行 不行 你浑缓转换意外中断 刚刚要收出大量魂力 去治疗这库尔鬼湖 现在要等身体痊愈 你才能重新开始 可是只要我在一天 五魂殿就一天不会放过星斗大森林 小巫姐你别闯墙 今日我先为你好好治疗 等到明日你再开始 好 半个月了才想起来跟我报告 属下是为了抓那只如骨兔 改为暗中搜索 魂兽异动的情况 不许惊动长老爹 你们都听到了吗 遵定 你们下去 放他进来 放他进来 上茶 看来你都知道了 对 行斗大森林的力量深不可测 越到森林深处 魂兽的智慧和魂力就越高 如果五魂殿继续大肆破坏 一定会遭到反噬 今年的雨水族 您虚察很相纯 一旦魂兽们开始报复 后果远远比你想象中的惨烈 甚至整个斗罗大陆 都会陷入灾难之中 与我何干 与你何干 如不是你有为天道 星斗大森林 怎么会搞到天翻地覆 若天道乏人 不会有一个人例外 五魂殿 也不能 那你可以为了天下苍生 把那只兔子交出来 比比东 你若还是执迷不悟 一定自食恶果 马上收手 才是正途 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来干涉我 是曾经的玉小刚 还是现在的玉长老 住手 快让开 不及时吸收魂魂该散了 放屁如打雷 轰天裂地螺三炮 你怎么办小刚 没事吧 两种武魂公磊 会对你的身体产生破坏性 如果吸收魂魂不到 基因引起反射 但如果我练成了 就能拥有十八个魂魂了 你之前说过 这种魂兽的魂魂 很适合我的第二武魂 怎么现在又说不行了呢 经过我的研究 你目前的身体还无法承受 两种武魂同时附加魂魂 你还笑啊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严重 甚至会暴体而亡 这么担心我 其实 你心里还是很在意我的对吧 没有 我只是陈述试试 你呀 什么时候你的嘴 能像你的心一样软就好了 来 听话 等你把第一武魂 修炼到九十级 到时候再考虑给第二武魂 增加魂魂的事情 好 知道了 本来以为自己能变厉害呢 没想到 拥有双生武魂也不能用 你一定会很厉害的 我的变异武魂 是加速耻辱 而你的双生武魂 却截然不同 如果未来 你达到封号斗罗的层次 到时候再添加魂魂的时候 必然有更多的选择 小刚 你懂得可真多呀 像你这么有学识的魂师 全大陆都找不出第二个来吧 你又开始胡说了 我怎么就胡说了呢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蓝天霸王龙家族都不知道 他们失去你是多大的损失 谢谢你 快点 快点 这里的灯会文明整个大陆 我还是第一回来 你呢 小刚 小刚 老板 这本书我要了 帮我包一下 好 你看我逃到了什么 给你包起来了 书我不要了 放这儿吧 你好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眼睛大大的 挺活泼的女孩 没有 你去哪儿了 有没有遇到危险 谁让你刚刚不专心陪我的 刚刚是我不好 我向你道歉 你下次别再吓我了 这么多人呢 万一走丢了怎么办 好吧好吧 念在刚才看你是真的担心我的份上 放钱原谅你吧 我有个好东西想给你看 什么东西啊 怎么样 喜欢吗 我捏的哦 给你 喜欢 什么呀 哪有人像你这样垂头丧气说喜欢的呀 你那是敷衍吧 你是不是也介意我 打住 你仔细看看他 多可爱啊 这可是你的武魂啊 再说了 你可别忘了是你自己说过的 没有废物的武魂 只有废物的魂师 但我的武魂变异 只能停留在二十九级 别人不是废物 我是 玉小刚 你听好了 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全大陆最优秀的魂师 即便是说不能修炼 那又怎么样 你就专心搞好你的武魂研究 放眼整个窦罗大陆 没有人对魂师的研究 由你透彻 你肯定会读书一致的 即便你不相信自己 那还得相信我呀 我比比东的眼光 那可是相当高的呢 走 走 来 喝茶 今年的雨水足 饮须茶味道很香蠢 好 来 听我一句全 马上停止 对星斗大森林的搜捕 我要的东西 必须得到 既然已经天翻地覆了 那就不如让它乱得更彻底点 来人 家派人手 全力搜索柔骨兔 若有魂兽阻挡割杀物论 比比东 茶凉了 不送 你现在无药可救了 面下 滚 回来 来 宇长老说的话不如道理 低调行事 你们都下去吧 我魂殿的魂蛋已经杀红了眼 那些魂兽都 所以他们在这里闹得天翻地覆 只要小五姐留在星湖 留在我们身边 就不会让她受伤 嗯 不对劲啊 以往小五姐 魂环环转换 没这么大动静啊 她昨天输出了不少的魂力 虽然你帮她恢复了一些 但她身体还是处于内窥状态 现在不是她转换魂环的好时期 所以 必然会有危机和考验 那我们能帮她做点什么 只能靠她自己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只有在这里护着她 小五 你现在为什么那么痛苦 小五 我感受到你的魂力 到达了一个瓶颈 难道你现在 正在转换魂环吗 小五 我相信你可以和之前一样 度过难关 想想自己被大 被森林 被母亲亲亲地拥抱 想想自己身边 充满令人放松的气息 就像我们在下过雨的训练场上 大搞得呼吸 有些人 不过难关系 人家开心 有些人 都在这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若者要好好生存的权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罗王就是这么招待客人的梦 有事直说 无事不送 你们浩天宗的人啊 真是无趣 你还剩下一场比赛 我劝你保留一点体力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我只是好奇 你们浩天宗都闭试这么久了 怎么突然对杀神领域感兴趣了 杀神领域 看来 修罗王是不知道杀神领域这个秘密 无妨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 这秘密 是需要用另外一个秘密来交换的 你和白场比赛是同一天 而且地狱路没有限制人数的进入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是为了联手的吧 这地狱路是可以使用魂迹的 修罗王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吧 我是你唯一能选择的人 你要是不想独闯 那就拿出诚意 一五一十地跟我说清楚 从地狱路走出去 不仅可以自由地出入幽冥之都 而且 还能得到一个极大的好处 杀神领域 它不仅可以吸附你自身的杀气 于武魂之上 得此增幅 就相当于比一般魂师多出一个魂迹 而且 这类领域技能很难获得 它会不断进化 随着杀气增强而增强 原来这才是父亲 让我来此历练的真正原因 领域类的技能这么宝贵 当然 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 你的实力就会被放大 而对手的实力则会被压制 一旦应用得当 效果将极其恐怖 你这么了解领域类技能 是因为你在你老师那儿见识过吗 我的诚意已经很明显了 那么 你的答案呢 这就是我的答案 每次有新煞神出现 地狱路都会遭到极大破坏 你也因此大受冲击 胜体虚弱 这次我们要不要早做准备 趁修罗王还没面临白场挑战 就把他们 愚蠢 请您息怒 怒必是担心 修罗王和地狱使者 万一真的闯过第一路 成为新煞神 会让幽冥之毒损失惨重 相比幽冥之毒灰飞烟灭 这一天算是算什么 当时能够让幽冥之毒受到威胁的只有武魂殿免下还有浩天斗罗 他们二位已经突破了幽冥之毒的限制 如果修罗王和地狱使者死在了这里 那整个幽冥之毒都要陪葬 不 是属下眼界短气 但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们如果因为自己 执意闯地狱路而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是 更新城武魂殿需要一个掌势 你即刻启程 感谢缅夏大人对我的信任 这更新城乃金属之城 缅夏教务前去一定有深意 还望明示 让那里全大陆的铁匠协会归顺武魂殿 这区区铁匠协会 免下药碳有何用处 龙蚁虽小也能成军 铁匠虽然地位卑微 但是却能制造盔甲和杀器 助我完成大业 属下 并办成此事 并办成此事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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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瞎了吗 麦尔斯大人的路线展 大好 今天必须搞定立志宇族 我和铁匠先会否则在面下大人那 咱们谁也将来不了 是 你家里便宜点吧 这都只有支点手 居然在铁匠都是打造的 这套牌啊 是 五婚店 五婚店的人来了 五婚店的人来了 楼大师 今天我可是诚意满满 您过过目 我 小礼物不成敬意 板经发经 楼会长眼光不大 武功不受路啊 秦大人还是 拿回去吧 我懂 神将楼高 一心致力于武器制作 来我们五婚店 这种东西您要什么 我提供什么 别听他的 当年五婚店 为了获取浩天宗的消息 也是这么利用我们 丹树姓四宗族的 我们当时拒绝了他们 你们就 海诺 那都多少年前 陈芝麻烂谷子 那点小河沙 你总提他多伤感情啊 咱们 要展望未来 缅下大人现在对您 可是青睐一下 将来 铁匠的地位 可是要跟魂师平起平坐的 您身上肩负的 是全大陆铁匠的前途 可别因为一点外人的挑拨 就把机会断送 多谢大人这么费心谋话呀 可我们铁匠协会都是些 老实本分的工匠 帮不上五婚店什么 那更无福消受你们的恩惠 请回吧 庆久您不吃了 嗯 那 先礼后兵 你敢 这个是荔枝一族的组长 太坦 正是 你若要跟铁匠协会 和荔枝一族作对 我太坦奉陪 来 你是 封口 吐罗 好 那我就回去把今天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地告诉 免下 大人 老霍剑 心鬼你来得及时啊 要不然我就 爹 您在看什么呀 刚刚震慑他们的 不仅是我的力量 还有一股 强大的气息 很熟悉 像是 主人 主人 爹 你肯定是认错了吧 主人都消失多年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在这里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跟五货店作对的下场 上 上 上 走 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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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善与恶的对白 铭刻在时代的悲害 剪假勇气的残骸 绽放着光彩 燃烧 因你而生你的魂 迎着未来 把命运打败 并肩从心的人 重现一个失败 永不言败 是英雄的乞丐 守护着一散光 坚定一个不祥 不为前往 被命运吞噬覆盖 心中的光着热不盖 残破不堪的黑夜 终将破效应来 将善与恶的对白 铭刻在时代的悲害 剪假勇气的残骸 绽放着光彩 赶上 因你而生命的魂 迎着未来 把命运打败 并肩从心的人 重现一个失败 永不言败 是英雄的乞丐 守护正义的光 前进一个不祥 不为前往 守护唯一的我 前进不应 却将承拒 追逐狂明的我 前进正义 永不回败 迎着未来 把命运打败 迎接从心的人 重现一个失败 永不言败 是英雄的乞丐 守护正义的光 前进一个不祥 不为前往 守护唯一的我 前进不应 却将承拒 追逐狂明的我 前进正义 永不回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